平日往返于台北市大同区哈密街61号大龙洞保安宫的 多数是保生大地的虔诚信徒 以及海内外慕名而来的旅客 每年的农历3月1号 吉普盛名的保生文化祭隆重登场 这是一场融合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化的民俗活动 更是保安宫200多年来耕耘的无价资产 根据文献记载 本名吴涛的保生大地 为北宋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阅读各种史书 进而钻研医学之道 清肠百草 以医术救人 保生大地于宋仁宗仅幼三年 西元1036年5月 因修炼得道 白日升天 享年58岁 保安宫名字的以外 是因为福建泉南的先民 从家乡将守护神保生大地 请到这边来 取名保安宫 就是保佑同安人的意思 农历3月13日 为保生大地圣诞燕王祭 透过燕王之礼的隆重前程 叩谢神明护佑 赐福保安 山珍海味场面盛大 摆盘装饰考旧费工 展现满汉全席的艺术价值 与诚意初衷 农历3月15日 为保生大地的圣诞 在三通谷的敲响下 遵循儒家思想及道家理智的三县礼祭典 并在一生献上一我后 以及保安宫国乐团与云中合唱团的合唱衍生中 向保生大地传达信众至高的尊崇与爱戴 民国三四年国共内战 国民党实力 在民国三九年 他撤退的军券 占领了整个保安宫 整个香火就非常的回退 那当时我们的前主委林廣城先生 到处奔走 向政府也申请了一笔金费 让撤退的军券可以顺利的牵出 然后我们才开始重整 之后恢复了过去一些技术的活动 保安宫的保生文化剧 几半到现在 差不多将近二十年 保生文化剧期间 还集结台湾各地民俗议政的表演 台湾独特的庙会议政 在保安宫努力下 让所有人感受到 鲜明留下民俗文化的珍贵 更不惧艰辛 每年邀请不同的国外团体 至庙城前一起共同演绎 以有一百八十多年历史的嘉幸戏 独具台湾本土特色 保安宫秉持着成为戏窟的精神与创意 所有参与的戏班必须经过争选而来 为所有喜爱传统戏曲的人 打造一个欣赏的空间 凝聚族群力量 并延续传统戏曲生命 我们宝生文化剧转型之后 除了传统的活动之外 我们也加入了现代的新的元素 包括5G导览 儿童的写胜比赛 讲座表演等等 让妙艺活动 总是现代化 越夜越热闹的宝生文化剧 即将点亮夜空 全台仅存的放火诗仪式 过去是辟邪除温的象征 二十多年前 保安宫考据古籍 重温失传多年的放火诗仪式 这些精彩的民俗庆典 最终目的仍然在提醒世人 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于不应时代变迁而免俗简礼 而是借由多方的文化交流 让大家更了解宝生信仰的意涵 我们保安宫近几年来 除了跟东南亚 而日本的新兴宗教交流之外 罗马万地冈的教廷 他也发现到我们保安宫 所做的一些社会工艺等等 都是跨越宗教的翻领 所以最近他们来 跟我们多次来讨论 怎么样做宗教对台 透过不同的宗教 可以来宣导世界和平 保生文化所包含的 不只有民俗活动 而是以保安宫为出发点 发展出多元的人文信仰 艺术欣赏与建筑价值等等 也因为保安宫积极自主 大规模修复 于2003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文化资产保存奖的殊荣 成功为台湾的人文特质 行销国际 在华人宗教世界 是为首屈一指的先驱 宗教可以人性 建筑可以美谈 文化可以传播 保生文化所传达的理念是 让您的生活可以因为 一座两百多年的庙宇 而丰富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